为今年中国徐荣祥博士 在人体烧伤再生复原医学上 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经校董事会核准 6月11日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威廉 在毕业典礼上 宣布学校正式更名为徐荣祥学院 并成立新的徐荣祥生物科学创新中心 这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自1947年创建以来 第一次用华人姓氏冠名的学院 当天的毕业典礼盛大而荣重 徐荣祥基金会主席李立 董事长徐鹏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新 紫比尔·贝塞拉 加州财务长江军辉 应要出席就座主席台 在8000名毕业生和3万名家属的见证下 校长威廉姆·张宗里宣布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 正式更名为徐荣祥学院 并亲自将加州州立大学 最高荣誉校长勋章 授予徐荣祥基金会主席李立 董事长徐鹏 该勋章奖项 至1982年施力以来 仅有10人获得此项殊荣 在当天清点活动前 美国联邦众议员赵美新 联邦众议员刘云平的代表 和加州财务长江军辉 也道上之意颁发贺壮 以徐荣祥华伦的信誓冠名美国学院 充分显示中国论的聪明才智 已得到世界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战域 同时也了却徐荣祥博士的心愿 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 能在美国这个地方 把他的科学放在一个最高的位置上 这是我觉得很少有的 是他生前一直努力的 就是为了为我们中国人来争光 做我们中国人应该做的这个事情 作为徐荣祥博士的亲属徐鹏 也以全新的视频方式表示 将继承其附近的医院 为广大民众服务 一个人从这个学校所学到的这个知识 不止可以让他将来在这个社会上 更加的就是在社会上生存 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他们明白 如何担当更大的社会责任 让他们如何用自己的这个能力 不只是生存 也是为了回报给这个社会 徐荣祥教授 以发明和创立人生再生服务院科学 并成功地用于救治国内外 千万骚足创上病人而为民于事 继哈佛大学成立徐荣祥再生治疗中心后 现在加州州立大学又成立 徐荣祥生物科学创新中心 未来烧烛创伤病人的治愈力 将会更进一步地提高 汉田威斯记者网民乱七报导 我会更进一步地提高 汉田威斯记者网民乱七报导 我会更进一步地提高 汉田威斯记者网民乱七报导